我正在房车里吃饭 突然有人来砸我车 赶紧拉开隐私帘 但是没有看到人 于是我急忙下车去检查一下 我确定刚才一定有什么东西 猛地砸到我的车了 因为那一声太响了 但是绕着车子找了一圈 并没有看到哪里被砸坏了 把白色衣服换下来 我现在要爬到车顶上去检查一下 我的房车想去车顶 只能从额头床爬上去 下面有一个很大的树枝 这几天持续下雨 上面的大树 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断了 正好砸到我的车 车顶现在非常失滑 感觉一不小心 我就会从这里掉下去 折断了很久 才把大树枝扔下去 再小心翼翼地挪回天窗附近 旅行真的可以磨练自己 像我这样有孔道症的人 以前是无论如何 也不敢做这些事情的 等我回到车里 全身已经磕破好几处 先把地上的大树枝 拖到草丛里 身上的衣服也弄脏了 回到车里 先去卫生间洗个澡 换身干净的衣服 这里每天都在下雨 这地方太危险了 收集两侧拓展 然后我要去寻找 一个新的录音地了 对了 刚才太紧张 忘记检查车顶有没有损伤 如果哪里被压坏了 可以找什么部门索赔吗